都不错嘛 当然 自问的 海岚 我真觉得啊 你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一个女人怀着孩子 还离了婚丢了工作 这哥一般愁都愁死了 你说 你怎么还能把小日子过 这么有滋有味的 干嘛 有滋有味也是过 熟眉苦脸也是过 我干嘛要为难自己啊 我还不想为难我孩子呢 也是啊 态度决定一切嘛 你不是要跟我谈太多吧 孟三里派你来的 所以说 说我们家海岚 傻的人那才叫傻呢 你呀 心里比谁都清楚 说吧 来当说客了 你都学会抢答了 跟你说 孟三里同志现在已经是 六神五主魂都快没了 你就得让出起饶人呗 她知道她错了 这话她跟我说过了 你又吓我吓我她得了 别闹了 赶紧复婚 好好回去过日子吧 娟儿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经过这事以后 我心境已经变了 我不想回到从前了 你不是跟那薛鹏弄假成真吧 苍然不是 这么说吧 我刚离婚的时候我确实是 挺失落 挺迷茫的 我觉得整个人生都失去方向了 每天除了难过就是委屈 甚至歇自敌礼 你 但是当我经历过这种 追星刺步的疼痛以后 我反而平静了 开始学会接受厌持 因为 人如果一直把自己身脉在痛苦当中 那就是对自己 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我 我必须得爬起来 必须得往前走 然后我就开始学着说是屋子 开始浸汤衣服 学着做饭 熬粥 熬汤 先让生活气息熏陶自己 看样子你是饿到了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我觉得 人其实挺奇怪的 那你习惯了一种生活状态 并且习以为常以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这一辈子 都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可是生活根本就不是这样 它随时可能发生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然后你所习惯的这种生活状态 就会瞬间被打破 甚至灰飞烟灭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学会 用超高速的方法 去适应这个变故 这怎么学啊 有时候人是会被变故 击倒爬不起来的 热爱 去热爱你所经历的一切 包括苦难 当然 你只有经历过苦难以后 你才知道什么叫快乐 什么叫平安 失恋 没什么可怕的 他也许 也许是给一对新的恋情机会 而离婚也许也是意味着 另一段美满生活的开端 最关键的关键就是在于 你自己别倒下 生活才有给你机会 完了 离婚失业 让您变成哲学家了 别挖苦 这真是我切身体会 谢谢 对 森林 你说海岚她会不会听财娟的劝呢 不知道啊 我就不信了 你说海岚一个人 没了工作 又要拉扯的孩子 她日子 她日子怎么过呀 这个女人没男人是不行的 你看她现在跟你讲 她这不是生你的气吗 三菱 我敢保证 你俩一定能破镜重圆的 我看你跟我一样后悔吧 管后悔有用吗 得打起精神来呀 还是先听听猜绝的信吧 关键也不知道海岚 现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要是真的决定不复婚了 那我也就这么担着 森林 你千万不能灰心哪 我没事妈 那你到底还爱不爱三菱啊 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 爱心早却在婚姻中褪色了 你真要问我什么爱不爱的问题 还真不好回答你 激情吧 肯定是没有了 但亲情还在 比如说会关心她 过得好不好啊 怎么样啊 就跟家人一样 那你就不恨她 以前恨 现在不了 我都已经接受现实 并享受生活了 干吗要恨她 一个人过你不孤单吗 有点淡淡的 那你知道这种心情最适合干什么吗 看书 听音乐 运衣服 就我以前 买了一堆书和蝶在那儿就没看过 现在可算派上用场了 真是拿你没辙 愣不把小冤妇的生活变成小资生活 所以嘛 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 必定会给你开一扇窗的 那你就真不考虑跟三里复光的人了 目前来说不会考虑了 我可不想把我的生活过得那么随意 离婚结婚跟儿戏似的 那我怎么跟三里交代 我是受人之托呀 你实话实说呗 你就不怕有人趁虚而入 把三里抢走了 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 威胁我呀 我不管 我不管 肯定是蔡娟 来了 蔡娟 你来了 我正等着你呢 快 来 坐坐坐 蔡娟来了 来了好 来 坐坐坐 怎么样 救星 别救星了 救星这回也不好使了 犹如使命 那 他怎么说呢 现在关键不是他怎么说 你得看人家怎么做 现在他是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你说你不是机会很渺茫吗 他喜欢一个人过日子啊 现在人家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人自己做饭 收拾屋子 看书听音乐 享受着呢 我都吓一跳 那他不是坐吃山空吗 这大城市里头 一睁开眼他就花钱 他连个工作都没有 他怎么过呀 就算是好日子 那也过不了几天 阿姨啊 人家明天就上班了 月薪两万呢 工作不错 又 他这么快就找着星空多了 对啊 一家列头公司主动找着他 那还真是傻人有傻夫啊 那你这现在还说这个呢 你怎么办呢 难道海浪还真的想要下辈子一个人过呀 解铃还需细铃人 三里 这事谁也帮不了你 必须得你自己亲自负经请罪 谁啊 快递 哪有快递啊 你给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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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嘛 说 我错了 没有 那怎么没用啊 你不会这么快就找是下家了吧 对啊 我就是找到了 你别开玩笑嘛 我说咱们别赌气好不好 我没有 那我错了 我错怪你了 没有 你怎么会错呢 错在我 我错就错在 怎么就错看了你呢 其实 也不能全怪我了是不是 那就怪我了 怪我怪我怪我 你总得听我从头到尾把话说完吧 我没够听你瞎扯 你看 我 你看 我 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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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医生 秦先生还没回来啊 秦先生打电话说不回来吃了 总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多事都赶在一块儿了 那加上我又是鬼迷心窍的 你现在知道是鬼迷心窍了 那你当时怎么不这么认为呢 梁红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认为我就像一块抹布啊 想捡就捡想扔就扔啊 我没那么见 海蓝 你别这么说嘛 那 谁还没 没个错啊 你要 给人家改正的机会嘛 不是什么错都是可以原谅的 是不是你要杀的人 我也要原谅你啊 我 我没那么设不设吧 那就搁当时那种情况 那谁都会多心的呀 我我就是一个凡人 我又不是圣人 你是凡人 我不是凡人啊 隔壁那两口子他们不是凡人了 我怎么就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你这样的 什么丧事都往自己老婆偷然交呢 那是因为他们压根就没遇上我这档的事 那你说来说去这意思 就是做孩子在我不在你呗 你的意思是 任何人碰到这种事情 都会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不对 你是来道歉的还是这样辩解的 道歉道歉 我是来道歉的 顺便替自己辩解一下 你要是不想听 我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好吧 其实我来呢 就是想给自己争取一次被原谅的机会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也顺便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给我机会 给我机会 我不需要什么机会 你听没听过有个词 叫至死地而后生 我就是这样 没那么严重吧 那咱俩这事就是因为误会嘛 然后一时冲动离婚了 现在误会解除了 就应该和好如初嘛 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 离婚复婚 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 那想离就离 想合就合 我告诉你 从我结婚那天起 我就没想过要离婚了 但现在既然已经离了 我也绝不会吃回豆草 走 看咱们这么多年夫妻的份上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再说你现在还怀着孩子 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 你平时又大大咧咧的 我真的不放心你啊 你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适应力特别强的人 当初离婚那会儿 我也觉得我自己过不下去了 不会做饭 不会买东西 但是我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非常惊喜地发现 我居然什么都能干 而且我什么都能干好 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的日子了 你 你是在故意气我 报复我呢 大处 我放不着这样